大家好,我是阿旺,看我就是阿旺 今天,阿旺看到新聞上很多都報道環填爛尾樓 或者是收不到樓,或者是中山的爛尾樓 但是阿旺今天說的不是這件事 阿旺今天說的是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在2015年到2017年 或者到現在都很多人在買一種樓 那種就是泰國樓 為何阿旺會選泰國樓呢? 最近阿旺有個朋友在會展之中 機緣巧合買了一間泰國樓 他買的時間是2017年 他買完之後把身身虎虎28萬首期 給了地產 之後泰國樓爛了尾樓 地產就說我們一起去追討這個賠償 一起去追討這個賠償 但是追到的成功率非常之不高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泰國的樓破產 首先他們會還給銀行 再還給建築商 後來才到少業主 那你覺得他們層樓 還有沒有追匯成本呢? 阿旺聽過朋友當時吹噓的時候 是怎樣說呢? 買泰國樓好比賣經屋 買泰國樓每個月收入非常可觀 有很多人甚至很蠢地拿一筆錢去買泰國樓 甚至買了自己的房子 買了幾間泰國樓 當然啦 有一些是成功收到樓 有一些是成功爛尾的 到最後他們一起去告而不了了之這件事件 那究竟地產公司是否負責呢? 其實地產公司是簽代理合約回來的 他們去買了泰國樓爛尾 阿旺都知道他們不想的 有誰會上一間屋爛尾 但是他們忽略一件事 他們的宣傳過分於怕大 令到很多人會相信沒有說存在的風險 被各位用家知道 甚至有一個嚴重的問題是 他們事後只不過是出了少少錢去追討律師費 這樣誇大其詞 最後沒有怎樣追討 那對很多位用家辛辛苦苦的血汗錢 究竟怎樣呢? 阿旺都了解過當時跟阿旺朋友的agent 已經轉了做保險了 那其實買任何樓之前 是不是一定要了解它的風險? 就算今天你是一個澳門的代理 你去代理泰國樓的時間時候 是不是應該實地了解地方 以及了解公司的背景? 究竟有沒有辦法去建造一座營樓? 當然啦 現在阿旺的朋友的28萬已經凍過水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買樓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幾個優點 第一最好你買的是營樓 澳門樓除外 第二你買外國樓的時候 你要記得一件事 你很難去追討賠償 甚至有很多地產公司都是會不負責任 只會說一齊跟你從法律途徑去追溯 最後會很溫柔地勸你放棄追討任何的賠償 第二你要找一個agent 是真的告訴你 風險究竟有多高 因為買樓、買東西 所有東西都存在一個風險 不同於澳門 澳門你始終可以追回 當時的agent 或者追回房屋共 或者層樓 你都會看到它的外形 以及炒置上都是你的命 但你去其他地方就很難追逃了 所以買樓記得一定要找阿旺 阿旺會把好的和壞的都告訴你 當然這件事已經發生了很久了 可能有兩三年了 爛尾 但是爛尾會不會只有這兩單呢 如果你買的樓有爛尾或者收不到樓 在下方留言問一下阿旺 阿旺可以幫你查詢一下進度 今天視頻到這裏 如果你覺得好的 下面請我喝杯咖啡 各位拜拜